众手瞩目共和党总统初选第二场辩论 今天在南加州的西米谷雷根图书馆举行 18台晚间新闻团队王伟玲和宋小云 一早就进驻辩论现场 这次由于参选人众多辩论 被迫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伟玲 这一段旁听辩论会下来 有没有让人意外的地方 好的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雷根图书馆 虽然现在是凉风徐徐 是非常舒服的七十几度 不过在辩论的会场里面 却是热烈的交锋 热的不行 那么我们知道 现在目前所进行的辩论是五点钟开始 由十一位支持度比较高的候选人 他们在里面进行辩论 不过在稍早的时候 三点钟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场辩论 是由四位民调支持度比较低的候选人 他们在里面进行 我们先来看一段稍早 在这个三点钟的一个精彩辩论画面 共和党总统辩论第二场的 非黄金时段辩论成了暖场秀 由前纽约州州长伯塔基 前宾州联邦参议员山多伦 路易斯安娜州州长金道 以及南卡州联邦参议员 格兰姆率先登场 由于这些民调调车尾的候选人 可能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参加 所谓的非黄金时段辩论 因此各个卯足了进一波选民支持 取得未来进入黄金时段的辩论入场票 而今天的辩论盛况空前破纪录 今天一早雷根图书馆就被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 攻占 根据此次的主持辩论活动的CNN记录 有800多家媒体登记参加 每位记者买手要为自己国家的观众 带来最新的共和党辩论情形 我们现在所想的 rook 就是因为的话 他只是小人 我认为他们会有什么角色 我认为人在中国 里面想 国家在美国 但他们能选择这男人 因为他不是一位政治 这就是大传说 这就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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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mp和 sincer 是非常大事 他人所决定的装住 通过国人 最新的传统区 在兴趣 大事 是完全像不一样 不光是新闻记者都到位 连美国知名的娱乐节目 也都在这边连线前所未有 的确 这个共和党辩论成了一场 人人都相当关心的 真人实境总统竞选秀 过往这么早的总统辩论 可没有这样的媒体盛况 这都要拜川普所赐 刚刚听到目前的辩论 有这个娱乐化的趋势 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 第二场辩论候选人 就您的贴身观察 为您有发现什么样的火爆状态吗 讨论些什么样的议题 其实最近在这个新闻上 成为头条焦点的议题 基本上在这个辩论场合里面 也都被讨论到了 其中当然还包括了习近平 他要来到美国来做国事访问 那么这一点呢 其他的候选人也纷纷是提出了说 是不是应该要取消习近平访美的行程呢 或者是把它降格作为是工作访问 而不再是国事访问 那么另外还包括了像是叙利亚的难民问题 还有包括川普最近炒热的这个移民话题 究竟应不应该要取消这个出生属地主义 也是相当多的人非常的投入这样的一个焦点 还有另外一个是经济改革上面 是不是应该要采取一个单一税制的一个政策呢 其中包括像是卡森他就提出了 是不是应该所有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 都应该要一致的来收取这个10%的税收 而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人 全部都是非常的公平的 那么其实刚刚在辩论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注意到所有的候选人 因为为了要争取这个保守选民的一个支持 所以呢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都会先跟大家介绍说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 我结了几年的婚 我有几个小孩 我跟我的小孩跟家庭的感情有多好 可是当时川普站出来 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呢 却是发现他没有提到 他任何的一个婚姻上面的状态 他一提到就是说 我是一个亿万富翁 我可以成为美国最好的领导人 另外我们知道在转播上 每次都是不同的电视网 或是电视台在转播 这一次CNN美国有线新闻网负责 在转播安排上 据你观察 与前几次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一次在这个舞台上面 因为毕竟有11个候选人一起在舞台上面 这样子做交相辩论 那么可能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在隔空交火的时候呢 是比较没有那样的一个刺激 所以他们就是用分割画面的一个方式呢 来让这个候选人可以在镜头上面 感觉起来是近距离的互相的一个交相的结问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分割的画面上面的时候呢 川普基本上他是一直都是在 这个分割画面的其中一边 也代表是川普在这一次的辩论当中 成为大家攻击的焦点 我们现在就把现场交款给棚内的主播 好的 我们非常谢谢伟玲 来自南加西米谷的现场连线报导 有关于两党初选的最新发展 18台晚间新闻会为您持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